我们现在围州警队而言,我们围州警队对新的警员有专门的特殊的培训怎么处理家暴案件,然后我们有些非常的完善的措施来自怎么分开双方,怎么双方分开谈话,然后我们取得两方面的故事,然后来决定谁是施暴方,谁是受害方。 然后在宣传方面,我们也是在我们警队的网站上有多种语言的针对于多种民族社区的宣传资料,什么是家暴发生之后,我们警方可以怎么来保护受害人。 有些不上升到这个刑事犯罪的角度来言,有一些比如说言语上的辱骂,然后包括心理上的财务上的一些施暴,我们也会采取措施。 我们比如说最简单的,如果只是偶然性的一次性的吵架,我们会给双方都转介服务,让他们给专业人士咨询一下,然后解决他们婚姻中的问题,或者是家庭关系中的问题。 如果比较严重的,我们会采取措施,我们会申请家暴干预令,有的咒叫家暴禁止令,然后我们采取措施,让施暴方来停止这种暴力行为。 如果有身体的攻击,然后第一时间我们还是要受害者打零零零报警,然后第一时间通知警方,然后警方会很快地采取措施。 验伤这个环节嘛,然后如果是受害者,真的是受到严重的伤害了,当然打零零零报警的时候,救护车和警方都会同时被收到通知, 同时派过去,然后这个倒不用太担心。 然后那个如果不太严重的话,然后而且是长期的那种言语上的折磨,冷暴力的或者情感上的折磨,就可以去自己去本地警局去本人去报案。 我们警方是可以这个找免费的口译员或者是这个笔译都可以找到的,然后你只要是那个报警的时候说,你说Mandarin或者是Cantonese,你说哪种语言,我们就可以找到相议的翻译的口译员或者是笔译员。 请状ef GI Ley均冠湾